这个是量文的条件 如果说你在这里要看到暗文的条件 那就是这个边一边 这个ΔR的有m加二分之一 这一边跟这一边永远都是这个 把这两个相等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游默的干涉 现在我们再看一种干涉 就是眼镜片 我们眼镜片有时候比较贵 它就是镀了一层墨 镀墨它有它的用途了 比如说它希望进来的紫 消除某一些光 比如说紫外光要消除 那它这个就要满足 紫外光的在这个地方 产生的是一个相长干涉 它反射是相长干涉 它穿过来就是一个相消干涉 如果它希望光线从这里进来的多 就是我们看的主要能够刺激我们 眼网末而产生这个颜色感的 让它进来多一点 那就是这种扑长的进来多一点 进来再多 那就是反射要相消干涉 现在我们在眼镜上度移成薄墨 恩温小于N2小于N3 这个跟刚刚那个薄墨 是一样恩温小于N2小于N3 所以说如果是暗闻的话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相差 你看这个 就跟刚刚那个油墨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字 所以就和以上 那么产生相消干涉的 条件就是这样子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光线 在外面产生相消干涉 就是说大部分都能够进来 外面消掉 当然都能够进来了 这个时候最小的厚度 N等于零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的薄墨 它有最小的厚度 最小的厚度 那这个就等于零 就二分之一了 那它就等于四分之一个 Lamina N2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里头 所以这个N 这个波长应该就是 在第二个介质里面的波长 现在我们来看 例题 波长是680个nm的平行光线 垂直照射在120个nm 就是12公分长的玻璃片上面 这个玻璃片的一端紧密地接在一起 另外一端夹着一根直径为 0.048mm的细法 这个就是玻璃片 长度是680个nm 这一端呢 是叠在一起 这一端夹着一根头发 其实很小很小 画那么小 我们这个都没有画了 都看不见了 所以故意把它放大 头发的直径 直径 0.048mm 我们现在从上面 往这里看 从这里一直看过去 一直看过去 因为它说这个地方 它这个路径差会不一样 路径差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相差 所以一路看过来 就有暗纹有亮纹 有暗纹有亮纹 有暗纹有亮纹 那你到底看了多少条 有多少条亮纹 OK 那么我们现在看 两个玻璃片 形成一个楔形的空气薄墨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空气薄墨 其实这个薄墨 这个厚度 要比这个玻璃片要小得多了 我们为了要看得见 把这个放大 也没有理由说 我们把这个也放大 同比地放大 那就根本不能看了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距离比这个要大得太多 真正在这里 就是两个玻璃片当中 有一个薄墨 就是空气的薄墨 是这个形状的 穴形的 OK 穴形的 那空气 光线从空气中垂直入射 入射以后 在这个墨的这个地方反射 你说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反射 因为这两个玻璃片 距离大得不得了 这个M不晓得 如果这个12345的话 那这个不晓得几千几万 我们就不算那个 在这里反射 这里反射是大折射率到小折射率 所以不改变 这条折射以后呢 折射都不改变 从小折射率到大折射率又改 又反射 反射以后这要改变 这要变一个拍 变一个拍弧度 然后穿射一路都不改变 所以这两条线 它们向差时有拍弧度 拍弧度 好 比如说产生干涉量纹的条件 你在这里看 要产生干涉量纹 那么这两条线 它的相差一定是这个 量纹的相差一定是这个 对不对 好 但是它真正的相差 它真正的路径差 或者光程差 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过来是低 回去也是低 空气是一嘛 那就是二低 就是二H 我这里写H 应该是 这里是低 当中这个是H H是在变的 从零一直变到低 OK 好 等下 从这里是两倍的H 假定这是H的话 但是还要考虑 它反射以后 有一个改变的一个相差 这两个相差不一样 所以你要加减一个二分之的 Lamina 这是相差 然后这个跟这个相等 这个跟这个相等 我们就得RH 要等于M 加上二分之一的Lamina OK 这是量纹 这个是量纹 M等于01234 好 如果要产生暗纹呢 暗纹的话 你就先把暗纹的条线带进去 至于这个地方 那那改变都没有变呢 还是这个 你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就得 我们就得这个 这个 这就是deltaR是这个 又是这个 相等 所以LH等于M M是0123 暗纹 现在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我们要看的是量纹 对不对 刚刚看的是量纹 最高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这个距离是H 它用来照射的光线是680个nanometer 带到这个量纹的条件里面去 是量纹的条件 刚刚刚我们倒出来的 量纹条件 解得M 是等于什么 从这里解 这个H带到这里 Leminar在这里 M等于10 140.7 所以你从这里往下看的话 M最大值是 因为这个 用这个值是最大值了 M最大值了 从这里的话 这个话是M等于0 所以它是从0到 140.7 那就是有几条呢 141条 干色的量纹 那么这个玻璃片 这个实验呢 不是让你看这个暗纹量纹 很好看 它有用的 它这个装置可以做什么用呢 这个装置就是 你在这里看 有暗纹有量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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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假如这两块玻璃片 都平得不得了的话 就是这个表面很平 这个表面也很平的话 那么它的干色条纹 是这样子的 很平很平 如果说 假设这个是我们用检验用 本来就很平的 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玻璃片 到底这个玻璃片平不平 我们中国人看就是老师傅来看 他眼睛这个 闭着一个眼睛那么左看右看 说这个平了就平了 他说平了就平了 其实啊 我们真正的这个平不平 要用这样子的来看 如果这两个不平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不平 比如说 他鼓起来四分之一个坡长 四分之一个菩萨 你眼睛根本看不到 好 他光层叉就变了 光层叉就变了二分之一坡长 所以原来是量纹 那就变成暗纹 那就说这个暗纹呢 到这里以后呢 拐过来再从这里回来 再弯曲 就是这条量纹弯曲了 好 有一条量纹弯曲 那就表示那样的地方啊 这个玻璃片不平 玻璃片不平 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他做玻璃片 最后啊 要经过QC啊 就是Quality Control 检验 他用这个检验 你这个玻璃片就 就报销了 或者是他有办法再把它修复 好 这个就是 询问看 你这个玻璃片相差多少呢 只要相差二分之一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叫四分之一坡长 四分之一坡长的话呢 上下来回就相差二分之一坡长 那么他就会暗闻变亮闻 亮闻变暗闻 所以他可以准确照 你这个光波 波长的四分 一个波长的四分之一的长度 相差那么一点 我们就能够检验得出来 好 现在我们再看 海水 上面海水 1.3我们就把涂了 秀出来 这是海水 色色律1.3 上面浮了一层煤油 色色律是1.2 这个煤油的上方呢 是空气 色色律是1 色色律是1 好 那现在我们 我们看这个 假如这个薄膜的厚度 油膜的厚度是460个nanometer 那么在水面上 可见光中 哪些波长的光 反射最强 就你坐飞机在这个 这个上空 看 这个油膜呢 会有颜色 看它什么颜色 好 那么我们就用油膜 刚刚 我们做油膜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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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来看 我们先把这个画出来 这个比这个大 比这个大 所以这个有一个 排弧度的改变 穿色以后又有一个排弧度改变 所以这两个没有改变 对于它这两个相级 这两个没有相差 那么穿色有时候你在水面下来看的话 也会有颜色 这一路穿色都没有变 这个 反射变那个排 这个反射没有变 还是排 所以穿色以后还是排 所以穿色的时候 这两条光线 它会有一个拍 弧度的相差 那么我们看 你在这里 飞机在上面看 那一定要怎么样 它的光层差 这两条线在空气里面 光线差是Lamna N1的M M是0123456 那么它的光线差是 差在这里 跟这个之间的相差 这个 来回两倍的H 乘差M2 乘差M2 就是它的光线差 再加上这两个 这两个没有变 相差一样 所以没有变什么二分之排 二分之Lamna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相等 跟这个相等 就变成这个式子 那你就可以 看这个Lamna 你在空中所看到的这个波长 是等于2N2 2N2 这应该是H 这应该是写H 这是H 这是H 我这边 有时候 在做底末有时候 把它看成T 想成T 我这里用H 你去用H 要不然你去把 这个东西用H 对嘛 就H 2 2成3N2 是N2 N2 N2是1.2 然后这个460个nm 被M来除 这等于这么多 现在我们把M来变一片 M等于1的时候 因为这个不能等于0 0的话就是无限大了 Lamna无限大了 M等于1的时候 这个波长会很强 但是你看不见 我们人看到的波长是400到700个nm M等于1 M等于2的时候 552个nm 这时候是绿光 M等于3 368 这又看不见了 我们是400到700nm 这又看不见了 所以你在飞机在上面看的时候 是绿色的光 这一片油是发绿色的 其他的光线 不是说没有 是看不见的 那你在水底下来看呢 那你就要看这里了 看这两个相差 如果这是亮纹的话 那它是Lamna N3 就是这里看的是亮纹 它加上光层 光层是这个 一次 两次 三次 三倍的H 光层 不是三倍的H 要从这里看 从这里看 这条线从这里开始 然后这里反射回去 再从这里回来 所以它是两倍 两倍的H 这里还加上一个 这里还加上一个 两倍的H 是它的 层差N就是光层差 它还加上它 相差 的相差 二分之Lamna 3 把这个跟这个相等 然后就得这个数字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Lamna N3 到等于这个值 你把这个都带进去 那我们现在 M等于1的时候 736个Lamna M 这个也看不见 它是红外线的范围 这大于700我们也看不见 M等2的时候 442 这个是紫光 正好是 400 接近400 那3的时候 这又在400 所以只能看到这个 所以你在水底下看这个油 它是紫色的光 好 我们说 刚刚上面看的是绿光 下面看的是紫光 那么 我们知道 上面的光啊 水面上 刚刚我们看到 水面上的 就是说 这上面看的干色条纹 跟下面看的干色条纹 它有个关系 就是互补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上面如果是暗纹 下面看到的暗纹的地方 下面看到就是亮纹的地方 上面是亮纹的地方 下面看到的就是暗纹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 水面上暗纹的条件 暗纹是这个条件 还有呢 这个变 就是这个 两倍的H 所以结合以上的石子呢 我们可以得这个 这个石子 Lamina 你看 我们现在是看暗纹了 你看 这个就跟我们在水面上的亮纹是一样的 亮纹是一样的 亮纹是一样的 所以上面是亮纹 下面是亮纹 上面就是暗纹 它有一种 我们再看到这个 一个现象就是牛顿圈 Newton rings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玻璃的平板 这里摆一个球面镜 不是球 这不是面镜 就是玻璃球 不是整个 它只是有这么一块 OK 它的折射率 这个跟这个玻璃片 都是同样的玻璃片 折射率大于一 它当中有一层空气的薄墨 这个折射率是一 那光线从这个地方垂直入射 都是垂直入射 我是故意画斜一点 我们眼睛从这里看 从这里一路看过来 你会看到 你在这一路看 你会看到这个下面 这个会有干涉条纹 这个干涉条纹 它不是单单这样 这是一个圆的 它周围都有 周围都有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亮纹暗纹 是一圈一圈 一圈亮的 一圈暗的 一圈亮的 一圈暗的 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们要看它反射 这是入射线 然后到这里 薄墨的这一边反射 这个是什么 大于一的 射到小于一的 大折射率到小折射率 就改变一个拍 改变一个拍弧度 所以这两条 这条线的两个反射线 它相差一个拍弧度的波长 我们在这里看要看亮纹的话 那亮纹的条件就是这个了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地方 光尘应该是 这里的距离 就是光尘 因为它是空气就是光尘 再加上这个相差的改变 它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假定是低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距离是低的话 它来回两次就是二低 它反射以后 有变一个相位 对不对 加减二分之天 这两个相等 就得这个字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 2低 等于M 加二分之一 Lamina 干涉条纹的半径 我刚刚说 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一段 一段 它觉得它是一圈 我们要求这个半径长 这个半径 其实 比这个 这个曲率半径 要小的很多很多很多 小的很多很多 一个玻璃片 你只能看它当中一点点 那一点点就是好多好多条 那这是R 原小于大R 那么我们看这R 看这个三角形的关系 这个只叫三角形 R是等于 根号R平方 减掉R减低的平方 我们把这个平方出来 R平方消掉了 这个提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因为R比D大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这一项跟一比一样 可以忽略而不济 可以忽略而不济 所以只有这么大 R就等于这么大 所以这个牛顿圈 它的半径呢 就等于这么大 可以 好 我们把这个R 把这个R 把这个 这里拍RD 我们把RD 因为它这个 牛顿圈形成的时候 它有这个关系 把这个带到这个D里头来 我们就得R 是等于根号 M加二分之一 甚至R成亮 这就是牛顿圈亮文的半径 亮文的半径 OK 好 你看我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两条 反射线产生暗文的条件 刚刚是看亮文 对不对 暗文 你把暗文的条件成现代句 这个都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这个光层还是一样 这两个相等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 从这里就得 2D等于 M lemna 把R等于2D带到 D D 带到这个里头去 不是把D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就R等于 M大R lemna M等于0的话 就是最里头一条 M等于0 那就是暗文 所以牛顿圈的中心是黑色 是暗文 OK 那这个就是牛顿圈 牛顿圈 最后我们介绍一个 最后我们介绍一个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他可以 他可以 从他的实验 我们发现 光 光 相对于你的速度 不管你是接近光 还是远离光 还是远离光 不管你速度有多大 光 对于你的速度 永远是C 因为他这个 牵涉到这个 他这个 内容 我们在这里 先不讲 这个 讲这个要到这个 讲近代物理的时候 那时候再介绍 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 长度的 国际标准长度 他现在不是用一根这个 用一个长度 标准长度来做长度 不是 他是用这个 光波 波长的多少倍 那这个波长 几个波长 才算是一个 一公尺 那这个波长 你怎么算呢 波长那么小 你怎么知道多少个 用这个 Microson Interferometer 就可以测得出来 Microson Interferometer 是这样子的 这个雷射 雷射的光 都是一束平行光 对不对 很细很细 好 我们就用个突透镜 把这个光线变大 变大 变大 就一束光线变大 然后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玻璃片 玻璃片 它这一面 这一面 镀了半透 就是镀银 但是不是全银 就是半透的 光线可以一半穿过去 一半反射 这样子的 然后这里 这里 有一个平面镜 固定的 这个平面镜呢 这个平面镜可以移动 可以往外移动 也可以往内移动 这个叫分光镜 刚才说这个半渡营的 分光镜 因为光线从这里来 你看它一半穿过去 一半反射 反射线到这个平面镜 就再反射回来 然后穿过去的镜 从这里 光线从这里 也反射回来 但是这个 这个光线 这个来的光线 就穿过来了 但它也有一点是反射的 那这个反射线呢 到这里 一部分穿过来 一部分呢 反射 到这个屏幕上面 其实我们这里啊 这里我们是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 目镜在看这个东西 好 那么你看这一束 光 它 它不是一个 一条线喔 它一束光 一束光 从这里以后 反射回来 跟从这里反射回来 有光尘杂 有光尘杂 这两条线 就是这个线 一部分就从它来 一部分就从它来 这两个路径 有路径差 就是有光尘杂 有光尘杂的话呢 如果这光尘杂 是波长的整数倍 那就是 这产生量文 就是量圈 如果 这两个光尘杂 是波长一半的基数倍 你看到就是暗圈 对不对 极客跟牛顿圈差不多了 牛顿圈差不多了 好 你如果摆到这里 都不动了 它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 也不动 也不动 好 可是 当你把这个 可移动的平面镜 往这里移动 你移动个二分之一 移动个四分之一波长 移动一个四分之一波长 那么这个光尘呢 去增加四分之一波长 回来增加四分之一波长 那不是成了二分之一波长吗 那跟这个差了二分之一波长 那就是暗文 暗文 就是说 不是 它相差就是相差一个二分之一波长 原来是量文的 这变成暗文 原来是暗文的 就变成量文 所以你现在就移动这个东西 移一下 一点点 它变一次 暗文变量文 就一个波长 再移一次 又变一个 又变一次 所以你就 你去看它这个变动 这个变动几次 你就知道你这个移动有多长 那从这里移到这里这个长度 我们可以记录起来的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光波 我们的标准公尺就是多少个 这个 这个是用克的橘红色的光波 这雷射是Cryptom 86橘红色的光波 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波长就算是一公尺 一公尺 它好在什么地方 我们 如果你真的做一个成型的一个长度 这跟温度有关 温度深一点 那个长度会增长 温度短一点 这个 长度又缩短了 这个不标准 对不对 你用这个光线的话 跟这个温度没有关系 所以 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数值 那这就是一公尺的国际标准长度